一个人自驾新疆第21天,我的旅程来到了和田策勒县 策勒县位于新疆最南部,昆仑山北路,塔克拉玛根大沙漠南园 南越昆仑山与西藏交界,西南跨沙漠戈壁与和田县街掌 西街洛普县,东宇榆田县毕临,北部浩瀚沙漠与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相连 策勒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汉代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徐勒国的属地 随唐时期,全境被古于田国吞并 策勒县以金域之邦,凉棉之仓,丝绸之路,瓜果之乡著称 维吾尔语为红枣之义,是中国红枣之乡,中国红枣名县 其境内有达玛沟佛教仪子群 丹丹无以理克古城为代表的汉唐时期众多的历史文化业体 准备退房了,今天从策勒去和田 就八十多公里,非常近,所以我一点都不慌 因为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在策勒住的这个酒店 策勒这边应该不是旅游城市,所以游客不多 所以相对来说,酒店整体的价格也比像明峰这些便宜啊 因为明峰这边游客挺多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中转站 所以我觉得在策勒这边这个住宿性价比还挺高的 先来吃个午饭啊 过油肉拌面,我把面换成米饭了 这米饭好大一盘哦 这个是一条盘,过油肉炒了牛肉 这个套餐是25,然后我还加了一份凉菜 这个是5块钱 30块钱的标准 这个米饭特别好吃 就是很软很弄,很弹牙那种 这是啥米,不知道 总体味道还不错 吃饭的时候跟老板聊了会儿天 老板说,这个侧乐县也挺小的 现在我所在的这一片就算是这个县城的中心了 然后这边就是墨浴县大一些 和田县的话是跟和田县挨着 最小的就是明峰,然后就是侧乐 榆田的话比这个大 老板是伊犁的 来到这边做生意好多年了 感觉这个县城的环境也还可以 街头车也挺多的 反正比明峰多多了 明峰那个街上车真的很少啊 人也少 这里就是侧乐县的购物中心了 应该 有商场还有大的超市 小朋友都放学了 这里是侧乐的团结广场 这个地方环境挺不错的 这旁边有一个毛主席像张陈列馆 还有一个战斗局纪念馆 不过现在我来的时间不对啊 他们中午休息的 要下午三点半才开放 所以看不了了 要不然要等太久啊 那个门进去的是侧乐图书馆 离开侧乐县 我继续往和田出发 打算在和田呆三四天 开启探索和田之旅 看不完